阿囉嗦的前面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貓咪稻草喔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什麼排行賽會場的 這是什麼外傳 原來它還有什麼外傳的東西的嘛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然後你命的話好像是我們這個 紅天使大會啦好不好 然後我記得我上次打的不是這個東西 然後我也忘記我有沒有打過紅天使大會了 然後既然是外傳的話我們就來體驗一下喔 那這邊是只能出這個 基本角色跟機稀有欸 所以它還有這個欸 還有出極限制欸 我的天阿 太有笑了吧 那目前來說只能出這個 機稀有跟我們的基本角色 那大家會怎麼樣去搭我們這邊的角色呢 然後大家有跟我講說 就是我們之前在挖地道的時候 大家有跟我講說這邊可以把出極可給它勾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自己可以出了一些角色了喔 那這次基本上只能出這些角色的話呢 大家會如何去搭配呢 也可以分享給這邊知道喔 感覺魚人貓這些應該都要 都要派出去的吧 應該是這樣子吧 就是魚人貓啊這些的 就給它派出去然後直接 來大打一波 既然沒辦法出一些超級貓貓的話 我們就出這種就是比較樹工的喔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那個錢包也是很少啦 所以我們一樣那個 最近愛用的這個國雄組合也是給它帶上去好了 帶一些這個錢包的喔 但是這個是不是要出死金額比較好啊 還是怎麽樣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們自己一些看法喔 我不知道這邊到底是要怎麽樣比較好 那我們就先弄這樣的方法去打一下 然後這個飛腳貓的這個也要帶 這樣的話基本上就可以就是 LB錢包5了對不對 然後目前來說大概就是這副德系 然後 看看我們要有帶了 雙人組有帶 然後這邊 要哪些角色比較厲害一點 紅天使喔 紅天使就是紅色敵人為主啊 是嗎 應該這樣勾 基本角色跟雞稀有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紅色敵人為主的話是不是應該 標一下紅色敵人 紅色敵人 然後 正宗的這個大力錢應該可以吧 因為大家好像也是蠻推的 其實能用的角色 蠻少的欸 然後浴缸貓吧 最近大家好像說浴缸貓也不錯 那我們就這樣子走起 然後剩下來就直接 這邊帶 這邊的話呢 有哪一些角色比較狂的有沒有 這把大狂腿看看好了喔 那我們就這樣子走起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更好的隊伍的話呢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知道 我們就來打一下這個 紅天使道會外傳啦 看一下這個外傳到底是幹什麼東西的 然後看起來真的是紅色敵人為主喔 先剪掉 然後開扁 喔呦 是紅色敵人跟天使敵人啦 各位 然後待會我們先打一次這個 加速版本的 然後我們待會再打一次這個 不加速版本的看看 看起來現在來說 這腿貓好像是真的 美敗喔 腿貓美敗 然後浴缸貓這件也可以 喔呦 紅色山豬 這就有點不太一樣囉 紅色山豬跟天使馬 不過紅色山豬很快就被解決了耶 那看來我們那個誰啊 我們那個腿貓確實好像是 真的還滿型的耶 疊腿貓是不是就可以打到滿上 居然有這個耶 居然連我們這個 哇 波動犬圈都來了 其實我覺得大概 他在那個犬圈系裡面最帥的喔 好看起來 目前來說這個 時間跟分數好像都還行喔 每個十百千萬十萬 我跟你講我每次就是第一次打的時候都是最高分的 然後接下來就高分不起來了 哈哈哈哈 不過這個外賺這個關卡我不知道有沒有打過啦 因為我一直 一直有比較體驗到的 大概就是那個什麼不死鳥 什麼鳳凰 鳳凰什麼東西鬼的 因為紅天使我就比較少打 但大家這個競技場真的是可以常常來打 因為裡面還是會有一點點小獎勵的 就是不拿白不拿 大家如果想要當一個秤職的免費台的話 這些活動是都要去給他打的喔 可以嗎 這邊 各十百千萬十萬 十八萬分 來 看一下 在哪裡 喂 大宗師這次我們打到十三%欸 好像還行嗎 我不知道 然後這邊是多了一些天使敵人的東西啦 所以我們這邊看一下 要不要再換個幾隻天使敵人的角色出來 看一下喔 依差稀有天使 有沒有比較 欸 什麼意思 喔喔喔 抱歉 基本角色 依稀有 依差稀有是四星的關卡喔 來看一下有沒有比較厲害的打天使敵人的 幽靈阿里巴巴巴嗎 感覺可以放一下這隻看看吧 然後 這個 魚人貓 腿貓是不錯 然後這個把大力錢換掉好了 換這個 阿里巴巴仔 然後 這一次不開加速 直接打一下 十八萬分能不能再有所突破好不好 來來來來來 感覺出這個就還蠻ok的喔 這個腿貓 腿貓開扁 這蠻強的阿 然後魚人貓去前面擋一下 應該要出的這個 小盾牌去前面幫你擋才對 然後魚人貓掛了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浴缸貓也可以出 要用這個 小強貓阿 去擋就是那個 擋那個就是木樁的這個攻擊 喔 這邊是我們那個蜥蟻斬喔 蜥蟻斬應該還算不錯 繼續打 繼續打 然後我們現在用這個 天使敵人攻擊的角色 來扁一下他們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如果他太快死的話那就代表不行了 這邊好像把那個誰阿 把大力錢換掉之後這個 山豬變比較難搞了喔 不過我們這邊的這個誰阿 我們這邊的浴缸好像也還行 好 待會就是繼續再存點錢 然後叫第二隻的這個蜥蜴人登場 蜥蜴人 來 走起 然後 675 可以喔 這邊砍一下還行啦 但是好像打得有點偏慢喔 但我們現在就是在疊 不知道這樣疊是不是可以的 我覺得好像疊更多的腿貓好像 比較實在喔 腿貓疊起來好像比較實在喔 哇 坡洞 哭了哭了 別再坡了x2 哇 完了 這一次他 兩次坡 哇 尷尬了 三次坡 剛剛都沒那麼多坡 我們這一次是沒有出這個惡人組耶 但感覺好像有點偏沒力喔 出那個蜥蜴人好像 好像沒有到 非常非常一定 一定必須 蜥蜴人 我直接叫他蜥蜴人會不會太沒禮貌 但是他長得就很像蜥蜴人 完了x2 看起來好像也不用特別針對天使敵人去搞耶 有沒有機會各位 如果大家有一些就是比這個大宗師更好的陣型 歡迎在下面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打到更好 我忘記我上次經過大家推薦之後我打到哪裡了 而且是不是我們也不該出這麼多這個盾牌啊 對不對 應該要把經濟 留給就是那個其他隻是不是 盾牌是不是夠用就好了 因為我感覺我這邊好像就是 瘋狂一直出那個盾牌 然後導致於我們錢包不足之類的 哇 你看 果然是第一次打完 第一次果然還是會比之前更高分啊 18萬分 我們這次只有16萬而已 GG 但我害怕了什麼 我害怕就是如果我這邊不出盾牌好像 又會再更麻煩一點點 好 這邊蜥蜴人看起來是 還是 還好的 哇 這邊不知道要怎麼辦了 要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用 天使的 這個嗎 久能帶刀嗎 好像也不是說那麼好 野球人惡耗怎麼樣 看一下 這不是好像 比較便宜一點點 來 再打一次 然後我們這一次盡量把那個什麼 我們來把那個什麼 來把那個錢包 來把那個坦克縮短一點點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把坦克用少一點點 然後我們這邊 出一些比較厲害的角色 這樣看看有沒有機會 因為我覺得我們剛剛坦克好像出太多了 但是不出坦克好像又沒有辦法去扛一些傷害對不對 很麻煩喔 慢點出 慢點出 這邊我們這個野球人看起來還行 因為我們覺得 這邊我們大寬牆好像也不會說那麼容易被打死的話 好像 就不一定要出那麼多喔 我們這邊坡洞拳 但不出好像就很容易會被打死 通常大家會怎麼去抓這個盾牌的量啊 呵呵 不知道是看到前面幾隻掛了才出還是怎麼樣 像我們這邊的話後面我們就 有一點點小段盾了 因為我怕就是 出太多 我們沒經濟出其他隻角色 然後其實我們這邊好像 也不太需要弄到這麼多盾牌 大家有什麼口訣 比如說 出一隻魚人貓就叫兩隻盾牌 然後出一隻 惡人組就叫兩隻盾牌之類的 這種口訣有沒有 哈哈 因為打這種東西的話我覺得 好像應該還是要把一切都灌在輸出上面 會比較好一點點 因為 這個模式啊 他的這個 他這個就是 需要的經濟資源是蠻重的 不要不要不要潑 不要潑喔 不要潑喔 你敢潑 你不要給我潑喔 再潑下去會死人喔 剛剛就是被他潑了好幾潑 然後我們直接 直接慘兮兮啊各位 完了 喔 死了死了死了可以 感覺這樣的話目前來說我們這個 盾牌的量好像都還蠻充足的 而且我們有繼續 補一些就是 比較強力的角色 大關強嗎好像還在的時候就不用擔心了 然後 可以去算一下他們的KB量嗎 是不是 可以去看一下他們的KB量 然後 KB一次 我們就是接下來就要出 那個 第二隻的這樣 喔 這個是擊退 看起來這樣好像比較穩一點點 有有有有有有 然後我們這一次有毒 有那個 有疊這個惡人組喔 加油啊各位 你們行的耶 魚人貓真的不愧是魚人貓啊 完了好像 好像可以 又好像不行耶 你看一樣是18 16萬分 所以還是我們第一次那個開加速 然後隨便亂點 欸 18了18了 喔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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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感覺有有有有有 這次會比較多喔 拜託了拜託了 所以我們這邊出了這個方法好像是 好像是對的喔 這樣我們才會加分嘛 對的才會加分嘛對不對 那好像 哇18萬8 剛剛是18萬6千是不是 我希望可以到18萬9 19萬 有比較高一點點吧 18萬9千554 還是大宗師 啊GG 我覺得這個可能要再慢慢抓耶 那這次的排行賽外賺的外賺呢 大家會怎麼樣打的 也歡迎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你們競技場的隊伍 這次哲平是大宗師 你們打到哪裡了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大家討論一下囉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啦 ю 你 但是 嘍 然後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